我好像一个机器人,我可以调 不快乐,我的生气 我一直觉得,我把它转移了 往一个好的方向去想 可是我都没有消化那个情绪 Jimmy有了惨后忧郁 他很想我去感受他的感受 可是当时的我只是想要解决他的问题 这些无效的安慰是什么 我们给男生一些警醒 很没有用的是 可以练习,我是欣宜 今天这位朋友呢 在网络上看他就是一个好老公,好爸爸 那自从在电台跟他合作过一个星期之后 我就发现说这男生其实很有层次 然后其实他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有带大家去发掘 而他现在的人生阶段 好像又在另外一个 可以说是提升还是过度吗 我们让他自己来讲 我相信在他的身上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 自己的一些生活痕迹 是这样讲吗 我们欢迎Curtis Hello,大家好,我是Curtis 你有提到今天要聊一点正能量的东西 对对对对 因为Curtis在跟我当班的时候有讲过说 很多人都觉得你很正能量 就是在看你的影片的时候 也觉得这男生很阳光 好像没什么事他解决不了的 然后稍微的在聊 就发现说Curtis自己好像经历了一些事之后 发现好像不是这样子的 你知道为什么人家会觉得我正能量吗 因为你每天笑 一方面是每天笑 另外一方面我以前真的出了一个系列叫正能量 是吗 对我一直觉得我自己很正能量 所以我就会整天分享很多 怎么样遇到状况的时候 还是可以维持正能量 怎么样调整自己的情绪 怎么样一直维持在这个快乐的这个emotion 可是之后却发现原来人是不需要一直正能量的 对因为如果是真的一个人的话 情绪一定有的 不可能不生气 不可能不伤心 那我一直以为我这样子维持正能量 我就是很好的状态 可是我后来发觉 因为我没有去感受那些其他的情绪 我的快乐 我的真正的那种幸福感 也是没有了 我就变得好像一个和尚很平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的影片那个快乐从来来 我好像一个机器人 我可以调 It's like on OK我现在早上七点要起来 我现在很high 我就是like ok 反正我就是很理智的去调整 然后我就马上很high energy 可是拍完了可能 我又回到这样 因为我想要带给大家那个感觉 可是如果是这样 你的朋友会不会很confused 就是真正见到你没有在肉机的那一面的人 就觉得说 你明明不是这么的high energy 有时候会 所以之前的我会好像遇到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呈现 这些人很安静 我跟他们可能就很安静 这些人很幽默 我就会参到他的幽默 然后把我幽默的那块带出来 所以基本上我以前是 跟谁都合得来 可是就不太了解 真的我到底是谁 那现在你知道了吗 现在我就开始 接受自己的情绪 接受自己的喜欢 一直在探索自己 是吗 OK 我们在深入的聊 到底Curtis Foo是一个怎样的人 之前我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 我今天要送给Curtis的东西呢 其实是一个胶片相机 希望他可以capture到这个非常raw的当下 尤其是现在他有小朋友嘛 可以营造出一家人很美好的回忆 所以这个送给他 那大家都知道啦 我的礼物呢都是从淘宝买的 然后每次呢我都是使用这个非常非常无敌棒的物流 就是MyBest送到我的家 那现在呢大家只要在淘宝购物 无论是海运还是空运 那你的消费满100令吉的话 再MyBest啦哈 只要输入我的promo code Sheryl时呢就折扣10令吉给你 是不是很棒呢 而且还有另一个好消息要给大家 MyBest现在为了要布局有更多的海运自体点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有更优惠的这个海运服务 现在公开给大家免费申请 让大家成为海运自体站的一个成员 如果你有这个闲置的空间 又想赚取一些收入的话 欢迎你来申请哦 请点击这个视频下方会有更多的详情 我不知道你用不用啊 用啊可以现在用啊 送这个给你 因为我希望你可以capture the moment 他真的是打算开然后现在拍 可以吗 我们等一下拍吧 希望你可以把真实 然后不需要刻意的去调整的一些东西 带给大家 然后我们先讲 首先你为什么发现自己 这个所谓的正能量是tune出来的 因为我的另一半自己会跟我讲 好像机器人一样 然后让我比较困扰的是 我的老婆之前会感受不到我 她就觉得 你就一直在调 你知道她没有真正的情绪一样 她伤心的时候我就觉得 你干嘛伤心那么久 都很果断的 都是很理性 然后比如跟老婆出去或是带孩子做什么事情 都是好像应该的 都没有一个好像很情绪来了想要做这件事情 可是男人都是这样的哦 男人都是 你要去OKOK我陪你去 可是我有一点更果断的 我就是可以 我可以每天做一件一件事情 我可以很坚持 我就真的像一个机器人一样 可是对于另一半来说 这不是好事吗 我不用manage你耶 我说什么你就做耶 那当然以女生角度你不会想要有点connection吗 也是哦 就感觉很死板 对所以如果我是做事情的时候 非常的好用 我要工作 我可以工作狂 可是我要跟人连结 跟自己的老婆有一个亲密 就很难哦 因为我好像做事情而已 你又感受不到我 我送你一个礼物 就算是你很想的一个礼物 可是你没有感受到我 好像只是一个checklist 有做到 例行公事 我不知道这个意思 就是好像每天routine这样子 对像我的理解 at least我的老婆是会想要感受到我的诚意 哇好难哦 OK 我理解你说 这个是你探索自己的一个过程 可是我相信可能有一些男生听不明白这一段 就是老婆要诚意 我就做给你 那做给你 跟有诚意的做给你的分别在哪里 分别在于我知道这个东西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 我做这个是因为我为了让你开心 另外一个是我做这个因为我了解了你 我知道这个东西是你想要的 然后我做不到anything expected 所以一个是有期待 希望你给回什么我 另外一个毫无期待的 就是simply我希望你快乐 以前的我 我买了一个什么 Dior包包还什么 我已经预想到我的老婆有多兴奋 她的那个反应 她会觉得我是多好的一个老公 已经有这样的一个预设 如果她没有达到我的 expectation 我就有点失望 所以我其实我给的是有一个代价 我是觉得她应该要感恩我 她应该要怎么样 那用心的话就是 我真的是想要给她这个东西 她一点反应都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 其实纯粹我的心意 这样我多一个猜测可能不对的 这个会不会因为你长期拍影片而导致的 就是因为我要capture 我老婆的那个反应 所以我就要她那个东西 会不会有这样子的后遗症 也有可能 因为我可能大概知道 什么样的反应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就像那个导演一样 所以I guess 她当中应该是会有一点成分在 让那个比较模糊 一开始你太太跟你反应说 我觉得你是一个没有情绪的人 你会不会觉得很懊恼 就觉得说我哪里错了 对我是觉得人不是就是应该快乐吗 如果可以快乐的话 为什么不要呢 为什么要一直伤心呢 对哦对哦 那你是怎么样发现 哎不对耶 好像是不用常常都快乐的 因为我发觉 我虽然一直在这个快乐正能量的mode 可是我是没有什么情绪的 很少东西会让我生气 很少东西会让我伤心 就算伤心的生气 我马上就跳 然后我一直觉得这样是OK的 直到某些事情让我生气的时候 我是有点很爆炸的生气 哦比如怎么样 开车的时候以前 我就会发觉 哎人家把我cut off 或者是做就是犯法的事情 我会很生气很生气 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那么生气 它是很uncontrollable 我会骂 我会甚至把窗拉下来 我觉得如果我会上新闻就是不好的事情的话 以前我就觉得就是这件事情 我可能就跟人家打起来了 真的啊 虽然我可以想象到那个 那个愤怒 爆炸的那个感觉 然后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我才发觉 其实是因为我之前的不快乐 我的生气 我一直觉得 哎我把它转移了 我就是往一个好的方向去想 可是我都没有消化那个情绪 所以我把它隐藏在身体的哪一个部位里面 导致这些东西让我很生气的时候 它是带着那些bottled up的情绪 一次爆发在这里 因为很多人都会confuse 忍受跟消化是两件事 你忍了下来不代表你有消化掉 我对 我以为我消化了 我就很合理话的去想啊 我如果现在去吵架的话 真的对我有帮助吗 对方是真的这个意思吗 我还是不要冷静一下 呼吸一下 用很多mechanism 很多方法 来让自己 我缓一下 等一下不要做后悔的事情 那但是我那个愤怒 我都没有真正的去消化 嗯 OK我们可以 现在我们站在一个 发现自己需要改变的点哦 那我们往前推一点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你的性格会变成 一个把所有喜怒哀乐都关起来的人 嗯 是为什么 因为以前受的伤太痛了 嗯 然后就觉得 我不想要再 我宁愿 不要再去感受这些伤 也不要再有感受 也不要再感受到 呃 当时的那个感觉 嗯 受的伤是什么 因为他有很多层次 可是我觉得他都是 有一个根 开始 然后才有这个信念 我的部分是 我大概四岁的时候 我跟我爸爸是分开的 住 就本来 整个家是好像很完整的 然后我爸爸 因为工作 然后我们 呃 家人想要 讨债跟 呃 想要我们在美国 有一个好的一点的生活 所以我们就分开了住 但对一个小朋友来说 对于小时候的我 我不理解这个东西 父母也不会去讲解这个东西 嗯 所以在我那个小时候的观念 只会觉得 诶 一定是我不够好 嗯 一定是我做了什么 让我的爸爸抛弃了我 嗯 嗯嗯嗯 所以我就带着这个信念 在我的生活里面 然后当我觉得我不够好的时候 我在我的生活中呈现的 就是我不够好 嗯 对 然后我就会有不够好的结果 真的 我们真的要小心 我们自己讲的话 当你讲的那句话的时候 真的 它会应验在你的生活当中 当你信的话 对 如果你随便讲讲 但你没有真的信 你相信那件事 它就会成真了 真的是 就像吸引你法则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东西 就是一个信念嘛 对 然后你 你四岁就开始 有这样子一个 我不够好 我不够好 是 然后一直到长大 呃 对 它就在生活中不同的方式呈现 so for example 我不够好 我在小学的时候 我就是把自己吃得很胖 然后就被欺负 然后就没有朋友 你看我这个一个信念而已 就导致我在生活上呈现的 我不敢交朋友嘛 我觉得我不够好 那我怎么可能跟你交朋友 我说话的时候都喊 我说话的时候都喊 我不敢讲出来 不敢表达 然后自己喜欢什么 我也不太敢去喜欢 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喜欢的东西 可能不是大家想要的 所以我就会开始学说 其实这个社会上 其他人认为什么是好的 怎么样交到朋友 怎么样成为一个好的人 然后我就开始学这些东西 你就copy它 可是你并不是你要的 那不是我 对那不是你 可是我知道我这么做 会有这样的后果嘛 可是我小时候就领悟到这个 如果你呈现这样 你就有这样的一个好处哦 所以你就变成很乖的小孩 很乖然后累积很多证明 比如怎么样 比如我是校队 我是captain 我又是mvp 然后我又是学校的 Mr.Hospitality 就是很亲切的一个人 得了一个奖 我明明没有亲密的朋友 可是我又能得到 这样的一个奖来证明自己 就是你是那种 我们讲的很会考试的小孩 就是你很知道那个方法 可是你可能不了解 当中的那个逻辑的 比较是 那个不是真正的我 逻辑我可能也懂 可是我就是 不想成为那样的人 不会是呈现真正的我 真的我可能就是比较安静哦 可是我知道说 我如果跟大家比较多话题 带给大家欢乐一点 多一点笑容 大家会更喜欢我 我就更多朋友 我就更多人认同我 那我又问另外一个问题了 你说那不是真正的你 那只是因为你知道某种结果 而做出的一些方法 那你怎么知道那个 很热情的那个不是你 而安静的那个反而是你呢 说这个也是我最近在学习 也在接受 其实我说不是我的那个 也是我的一个层面 可是他不是完整的我 应该这么说 就是不用all the way都这样子 他偶尔可以有安静的时候 偶尔可以有热情的时候 对就是我真的这个时候 想要那么快乐的跟这些人笑吗 还是他做的那些事情 我并一点兴趣都没有 不喜欢 我能不能诚实的就说 我不喜欢承认自己 不一定要给他讲 可是就是你喜欢那个音乐 这其实不是我真的喜欢的 还是因为我知道你喜欢 所以我说这个超好的 我也喜欢 因为我想到他喜欢我 所以你看啊 我们在学校里面 一定有看到很多 我们讲风头丹 就是那种像你的那种 什么都是MVP的 就是大家都很羡慕的 那事实上是一个很脆弱的里面 我是啊 其他人都不敢讲 没有我觉得很多时候也是的 因为你有时候在小的时候 特别是像我也是 也是拿第一名的那个 我的朋友也超少 然后我内心也是超孤独的 只是没有人去 怎么说 去问问这些小灵魂 就是到底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那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大家的关注吧 可能就是我小的时候条件也不好 所以我总觉得我在很多方面 都是输给别人 那至少有一个部分我是可以掌握 我是可以赢的 我想要在那里赢 可能偶尔也会觉得 为什么上天对我不公平 我总是缺了这么多 什么样的不公平 就是可能我的家境非常不好啊 然后可能我的父母也不懂得怎么爱我 不懂得怎么样认同我 所以我也觉得在这部分 在长大的时候 你也需要用很多很多的力气 去觉得我值得拥有这些 我跟你好像有一点相反 我反而是那种 因为有点自卑 所以要得到证明 而你说穿的可能也是为了要让别人喜欢自己 所以而想要证明 其实也差不多 差不多一样 对对对 你只是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这样子 OK 我要问一个很危险的问题 要很小心回答 因为你说你发现自己是在tune的一个mode里面 然后这个可能不是真正的你 在这个过程中 Jamie不要杀我啊 你留在马来西亚跟Jamie结婚 然后组织了现在的家庭 你有没有想过那个情感的connection 就是可能在人生中这么重要的一个阶段 那个connection是你吗 还是像你刚才讲的 可能他只是一部分的我 我是确定 Jamie是我要的另一半 因为我也是很理性的去看这件事情 我其实我是跟Jamie在一起前 是dating很多的 因为我是按摩嘛 我就觉得 对来说 鬼楼 鬼楼 对来在我们的文化 一直去dating 一直了解自己想要的另一半是怎么样 是很正常的 所以我也透过了很多个dating来了解 我想要我的另一半有哪一些quality 我就看到 在Jamie身上 我也是很理性的去做这件事情 我就觉得这真的是我要的另一半 然后做了这样的决定 为什么我这样问你 真的不是要为了要陷害你 因为我自己有一个这样子的经历 话说呢 我曾经有date过一个 就是bipolar的男朋友 有狂躁兼忧郁症 就是躁郁症的一个男友嘛 那他有一次就在刚开始生病的时候 他病发 病发之后他就入院 那时候我就问了 问了医生一个很crazy的问题 我问医生说 doctor我跟这个男生 在一起两个礼拜而已 那你跟我说 他的病其实有一阵子了 只是这最近在爆发 那请问他在生病的时候 跟我在一起的那个moment 那个是他吗 还是是一个生病状态的他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 情绪病也是这样子 可能你狂躁的时候 你是看什么都觉得很好 我要拥有很hyper 可是说不定这个女生 不是你喜欢 或不是你爱的 只是当下有一个脑分泌 来告诉你说 你要跟这个女生在一起 然后当下那个医生 回答不到我 他就是有那种 我回答不到你 这男的是不是因为生病才爱你 然后我就 what the 对所以我就觉得会有 为什么我当下 我刚才会觉得 我们人在认知自己之前 可能很难去知道 自己的那个行动或选择 是因为自己真的想要吗 还是符合别人的期待吗 还是因为什么 我觉得没有什么对跟错 可是我不是用情绪 当时不是用情绪 来决定我要娶我的老婆 我是真的很理性的去看说 我们就是真的很match 以前我会想 我是不是跟他在一起 快乐比不快乐多 然后能不能看到说 以后我跟他的画面老了 他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我跟他在一起 我是更幸福的吗 就真的很理性的去看待他 但当然他有他的好跟不好 他的不好就是没有很浪漫 我这样的想法 对对对 我看的那些点呈现出来 是让我更快乐 是让我跟他在一起很开心的 然后现在我又用心了 我又越来越爱他 OK Jamie就发现说 我的老公怎么都没有情绪 然后你们就进行了什么 去让你可以更发现自己的 说是自我探索这样子 我们上了一个课程 就是了解自己 可是这个之前为什么会去上课程 因为我们有了孩子后 Jimmy有了产后忧郁 然后产后忧郁的时候 才开始发觉 我没有真正的有方法关心他 就是因为 刚才说你其实没有情绪 所以你的在这部分的触感 也不够敏锐 所以他有产后忧郁的时候 其实他是很想被理解 他很想我去感受他的感受 可是当时的我只是想要解决他的问题 解决他的难受 你不要再这样子 我怎么样让你没有产后忧郁 所以那时候 你都是怎么样去安慰他 这些无效的安慰是什么 我们给男生一些警醒 很没有用的是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对方会觉得 难道你看不出来我很难受吗? 难道你看不出来我很伤心? 难道你看不出来我很生气吗? 你还要问我How are you? 这个理所当然的问题 你要我回答你什么? 为什么你不自己去看How am I? 你还要问我How are you? 还要我自己讲出来? 这真的很应该生气耶 当然 可是以我的角度就是 你跟我讲我才能帮你解决 你需要什么 maybe你身体不舒服 帮你买个药 帮你买个按摩的东西 帮你肚子饿 帮你买什么 有时候男生就是很单纯的嘛 你要这个我给你这个 对对对 就真的刚才你有用到这个词 我也觉得很对 就是你没有在用心 就是我好像真的跟一个机器人在一起一样 那怎么办 然后你当下会觉得 为什么你blame我 我就在关心你 这就是我的关心 我也觉得很无辜啊 而且我是更努力的呈现更多东西给他 你写个wish list给我 他什么wish list 我都尽量帮他满足 可是他就是不开心 因为还是感觉我没有用心 我好像为了做而做 然后呢 然后就感情越来越不好 因为我也是人嘛 所以我也会生气 我会觉得我做了那么多 我那么辛苦 你还怀疑我到底有没有关心你 还会觉得我没有爱你 还会觉得我没有做到你要的 我一直给 我一直给 对方好像在 我那时候感觉好像热心的贴一个冷屁股那样子 就被泼冷水 我就觉得 I'm doing so much 然后我们的感情就越来越不好了 而且加上他的产后 由于他情绪本来就不稳定嘛 比较一个down的一部分 到最后就真的解决不了问题 我试了所有的方式 这个过程有多久 一年到一年半嘛 哇 挺长的呢 所以我的影片也开始越来越少 因为我的是很真实的影片 就是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情绪 然后我又不想带这些很负面的情绪给 给大家 给大家 因为那本来就不是我的出发点 所以这个影响我们的关系 又影响工作 影响整个家庭的一个vibe 所以终于就找到一个solution 然后就是一起去上课 对 其实当时在找任何可以帮助的 所以我老婆是她的化妆师 她看到她的改变 她感觉化妆师 整个人好像变得很有活力 很有passion 然后她就问她 然后她就随意的介绍 然后老婆问我要不要去 其实我完全没有去research 完全没有想太多 我就任何东西能帮助我们 我都去了 因为我有时候会觉得 我自己很难干 我可以自己解决 什么都我自己来 可是有时候就真的要surrender 觉得我没有办法的时候 我什么都是 然后就去了 她的第一个部分是探索 探索自己 还有三个部分 所以探索自己的时候 才发现了很多部分是关于我自己 所以你是说 这个夫妻上的问题是 all about you吗 还是 不是all about me 因为感情是两个人嘛 可是很多时候我会觉得 为什么他就是这样 只是想到对方 因为我一直想到我自己的付出了 可是我没有想到 也许我自己 也是没有看见 我在做的东西 是什么一直重复在做 所以其实 私底下跟他喝茶的时候 他有稍微的提到这个探索 你知道我就是那种 打懒杀鲁门兜兜兜 就是我讲 所以是怎样 那个方法是怎样 然后他就说 那个我说了 你以后就没有办法探索了呀 他就讲说 他不可以报那个方法出来 他不是 我喜欢的部分是因为 我以前都会想要提升自己 我总是找很多方法 可是方法不是用心 对 方法是当我遇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怎么解决 我怎么调整 这个我已经够了 我超多的 真的 我会联想到现在很多人 怎么讲 找方法 比如说赚钱的方法 或者是跟人相处的方法 其实也是很多YouTube 你可以看到很多方法 是 but你那个用心的部分 还是要自己来的 对 你还是要自己去体验 去摸索 然后很多人看了那影片 就觉得自己会了 是不是 就有点像 如果你学脚拉车 你可以看很多YouTube的方法 你也可以 我也可以跟你分享 你也可以跟我分享 可是直到我真的去体验到了 领悟到那个感觉 要不然是没有用的 对对对 我再怎么去想象 我都还是不会骑那个脚拉车 所以我们刚才说了 第一个就是稍微的自我探索 是这样子 第一个阶段 还有另外两个是什么 所以我看见我自己之后 OK 我做了很多东西 我是想要别人的认可 包含我自己的老婆 我帮她做一件事情 我是想要她很感恩我 让我感觉我是一个好老公 所以是有目的性的做 我不是纯 就是用心的去做 我看到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不够好 所以我需要很多这样的证明 就是我看到了 那看到了有什么用呢 所以她的第二部分是蜕变 也许我有这样的特质 可是我怎么样去选择说 我是用心的做 我是足够的好 我要怎么样爱惜我自己 它也不是方法 它就是让我的内心 有这样的一个蜕变 然后第三个是 第三个就是 OK我在里面 你想象 它是五天的时间在里面 我觉得我很powerful 我觉得我人生变了 但是出到生活里 很快就没有了 对很快就没有了 因为我遇到了老婆 遇到了老板 我遇到了朋友 对我有一个印象了嘛 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 她那个印象 她那个信念 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久了 会马上把我打回原型 因为我已经几十年都这样了 所以在第三个阶段 是一百天 你满了吗一百天 一百天满了 因为我上一次跟她聊的时候 她还没有满一百天 所以满的时候感觉怎样 满月酒可以摆了 然后怎样感觉 满了就觉得 OK我现在稳定 当然她还是要继续 她是有点像练肌肉 一开始最困难嘛 你很想 我就不想做 我再懒好了 那你练到一个阶段之后 其实很轻松 你就继续每天做 可是如果你过一段时间 又不练这个肌肉 是不是很容易就回到那个 懒她 她肌肉都消失掉了 所以她还是要维持 可是起码现状痛 就是我觉得 是很稳定 所以你自己 整个过程下来 最大的那个感受是什么 是 我终于找到办法了 还是 我很期待 我未来会成为一个新的自己 她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我最大的感受 是跟人的连结 还有用心 我觉得我不一定是要做 很多很多东西来证明 我关心你 证明我是在乎你的 我只要用我的心 基本上你就会感受到了 她这个说起来很抽象 所以我举个例子 以前我可能要给我老婆一个 Dream Vacation 帮她买一个名牌包 才能证明说我是爱她的 现在我是写一封信给她 真的用心的写 或者是带她去一个约会 以前我一直觉得 我约会地方 一定要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就很特别来证明 你知道我要跟你在一起 现在我前几天才带她去一个bar 吃东西配一个红酒 然后没有做很多东西 就是手牵手 然后步骤很慢 可是我们的整个氛围 那个感觉是很有爱的 而且我们又可以聊心事 我真的觉得 Jamie是有一点手的云开 就是我们说手的云开 今天月明就是 我要等那个云打开 所以我可以见到那个月亮 我一直在等等等 啊终于开了 有什么感觉 等蛮久了 对啊 就是finally有开啊 Sakali没有开哦 又下雨又打雷 我真的slap过去 就是因为很多时候 因为看Curtis 在大家的 因为稍微我刚才 有跟我的同事八卦 这样说 嗯 一定稍微来上节目哦 请问大家对他的印象是什么 然后大家都是 好老公 好男朋友 自面上 自面上 所以我知道很多听众 是男生 对 男人 所以我想让你们知道的 我自己的建议是 有时候不是要 做多少东西 我知道你们都很辛苦 你们只是想要对方 理解你是爱他的 然后 为他你什么都愿意 可是真的有时候 不是在于 how much 有时候是 你有没有真心的去 感受到他 嗯 然后be with her 嗯 女人是很奇妙 她没有一个formula 真的是需要用心 叫你一个马来西亚字 kick sweet kick sweet 所以女人是kick sweet的 你可能觉得我做ABCD 她就会爱死我 no 有时候她就是很kick sweet的 你做一个A 可是你用心 然后你就是把那个A做到很浪漫 把那个A做到很有情感 她就是超爱你 或者是说 其实你只要想 你想怎么样就好了 虽然有些男生很笨 比如说 我曾经有一个死了 我现在讲给他杀死 希望他没有听到 有一个女生 就是第一次很期待 跟自己的男朋友 那个就是我忘了是过生日 还是过圣诞 然后他送了一个什么礼物 给他你知道吗 他送了木颜色 就是你知道那个color pencil 我们小的时候 是有的木颜色很大一盒 然后女的就超傲恼 说为什么你送这个给我 可是之后发现说 原来是那个男生 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啦 就是稍微希望 我们两个人可以一起 画出我们的未来 虽然那个女生 有一点觉得 应该是要给我迪欧包才对 可是她内心还是会觉得 好啦 就是你没有送很准 可是你的诚意有在 就是一个这样的感觉 就只要你觉得 那个东西好 你已经做完所有的努力 去做一个好的东西 我觉得 他就可以感受到你的诚意 我有一个感觉 是很多男生的听众 一定觉得 那是你的另一半啦 我的另一半 你试试看 不送他一个包包 也会有这些的 所以我觉得 不是说不送 这些比较贵的 不去旅行 偶尔有 可是他不是每一次 都需要到那么的extreme 你特别节日 做这些 他还感受得到 你是宠我的 你是爱我的 我现在是在讲 比较生活上 平日的时候 像我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有一个 你的另一半 他是帮你做了A到Z 可是他很像一个 像我说的 我所谓的机器人 我们现在这个行程 现在就要吃饭了 我等一下要带你去看电影 我们很急 我们今天要做的十样东西 一定要hit到 然后跟你做完了 我们是不是都有hit到 我是不是很棒 你宁愿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另一半 还是一个很用心的 帮你写一首歌 虽然很难听 可是你看到 哇 他还记得 当初跟他见面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画面 然后他特地给我写的 虽然很难听 可是我感受到他了 是是是 完全这个例子 就完全可以感受到 其实我觉得 不只是女生而已 好像是人都会比较 走情感的那一块 那才是我们之间的connection 就是我们身为人 这个动物吗 就是我们的connection 是这样子来的 对不对 对啊 哇 那OK 整个过程我没有听到你 OK 你想要成为怎样 你那个真正的自己是怎样的 我真正的自己是想要知道 这个世界因为有我的存在 有比较好一点 嗯 然后我也想要成为 以前我需要的那个人 怎么说 当我在觉得 我不够好 当我在觉得 好像一个朋友都没有 一个爱我的人都没有 好像我的家庭是破散了 我很想要有一个属于家的感觉 好像有一个温暖一点爱 所以我后来想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一个full of family 嗯 其实我做给其他人也是做给自己啊 因为我想要的那种感觉就是 无论你在世界上哪里 因为网络是国际性的 你在世界上哪里 你都可以透过影片 透过这样的一个感觉来感受到 你是被接受的 嗯 你是有一个有爱的家庭 虽然我没有办法在他身边 可是如果我当时小时候的我 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的话 我觉得我会好过一点 嗯 可是你已经做到了 就是你的影片也给人很多所谓的正能量啊 其实我一直在做 我就是想把它一直持续下去了 嗯 直到我哪一天不在的时候 也许我的孩子看回我的影片 或者是某一个世界上哪一个角落的人看到 他会有一点希望 他会觉得 其实生活上并没有那么的孤独孤单 嗯 生活上其实还是有点爱 哇这好难哦 是 我觉得好难耶 透过 那当然我们知道说 我们做影片做内容的 最希望就是给人这个 嗯 只是我还是觉得跟这样子的有分别 就是跟人与人之间 就是坐在一起讲话 眼睛看眼睛的那种有分别 虽然我知道很多影片 其实都是真实的 很直接表达的 嗯 可是你真的觉得一个影片 可以陪伴孤独的人 让他们觉得被爱吗 我是会收到这样的feedback啊 所以它的效果是多少 我觉得很难衡量 可是有人被影响了 我觉得就够了 嗯 那你觉得已经不是机器人的你 做影片会有什么的分别 那现在好 刚好就是他满一百天哦 所以他已经不是 他已经是人的肉跟血了 对啊 你拿到捅他 是有血出来的 所以 你 接下来大家看的影片都是 就是那个真的 Curtis Foo 嗯 是可以这样子假设吗 嗯 就我现在在学习接受每一面的我 可是这个是更完整的一个我吧 嗯 就是有喜怒爱乐一点的我 之前所谓的很正能量的那个我 也是我可是可能是tune过的 tune到我的那个极限 所以如果去看我最新的影片 我跟我女儿的话 其实他的view不高 可是我感受到的是我那个影片 我没有并要做很多东西 我带了那种温馨的感觉 嗯 比起我之前的影片可能我要很用力 嗯 我要很带着那个 兴奋 所以现在我的影片 是不是可以有兴奋 可以 可是他可能是会有层次的兴奋 嗯 他不是从第一秒到后面 都是要抓住观众 每一个都是很兴奋的那个节奏 所以可能会有高潮 可能会有铺垫 up and down一点 嗯 那又是另一个矛盾了 那你会不会觉得网络比较需要的是那种 tune过的东西 可能很短的 需要 可是长一点的 我是觉得 我们人还是会想要有这样的 比较connection一点 嗯 因为只有这种长的 让你步骤慢一点才能 真的有一点点解 嗯 那来到这里呢 我相信 我可以预测到这一集的观众 一定会问你 请问你去上了什么课 那 我觉得让Curly私底下跟大家讲吧 如果你 OK啊 有兴趣的要再问我 对 就可以去他的YouTube 还是去他的IG找他 IGPM吧 对对对 这样子就可以找到真的他了 所以接下来你会有什么 除了拍影片之外 可以讲的吗 那件事 我看到你在IG开始讲了的 几时飞过去 很新闻啊 好开心啊 这也是我用心的一个部分 真的 我就觉得 啊 真的是 守得云凯建月明啊 听不懂 但是很 exciting 快点 快点 快点讲 快点 所以我7月9号会在 瑞士有一个旅行婚礼 嗯 很开心啊 很开心啊 留下一个回忆 of我跟我老婆的一个爱的 一个承诺吧 对对对对 其实我自己会有时候会想 如果我是Jamie的话 呃可能之前的那个产后犹豫那段日子 应该挺难受的 是 不过我相信呃 人就是这样子 有时候痛苦跟快乐是连结 你没有经过那个痛苦的话 可能你得不到那个快乐 所以我相信可以期待说 Jamie会在这段感情里面 就是越来越快乐这样子 他最近音乐可能我有感受了 他越来越撒娇耶 是咯 其实很多时候是这样的 那男生都讲 你们女生总是不懂得变软弱一点 是 很多时候是双向的 很奇妙的 我之前做了超多东西 他就是好像 因为我是很理智 他就很理智的对付我咯 然后现在我就用心一点 没有特别做什么 今天早上 我们要走路去咖啡厅 通常都是我要去牵他手 他今天手伸出来要给我牵 so sweet 这我就觉得 是两方面的 我用心他就更把他心打开 嗯 所以这是你更喜欢的画面对不对 当然 唉 很圆满耶 我突然觉得 那个心很满啦 那月亮出来了 那个心又很满 好 在这里我们祝福 Curtis还有他的家人 接下来都是快乐乐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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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